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真文青養成班系列 這系列我會來講一些每個文青行都應該知道 但其實大家不見得都有搞清楚的觀念 今天的內容會完全承接文學歸文學 政治歸政治 這句話正確嗎? 先從成分表開始思考吧 這支影片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看過前一支影片 請先點一下小圖卡過去看一下 才會知道我等一下在講什麼 在之前影片的最後 我們論證了文學作品裡一定會有政治成分這件事 但當時我們還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 那就是 好啊 就算文學作品裡面一定會有政治成分 那我們為什麼要關注它呢? 我們可以當作沒看到啊 就像文學作品有時候也會涉及天文地理 數學生物 我們也不會因此覺得這是一部好作品或爛作品 政治到底有什麼特別的會讓文學人這麼在乎呢? 關於我們能不能用政治立場來決定一部作品的好壞這個問題 有三種常見的立場 我接下來會分別解釋三種立場 背後各自的考量以及我自己的觀點 這個問題沒有絕對正確的答案 每一種立場都有人支持 而不管你支持哪一種立場 也都可以參考一下其他陣營的想法 第一種立場是認為文學作品的好壞 一定要考慮政治立場 這樣的讀者認為呢 如果一部作品表達了錯誤的政治立場 就一定是一部糟糕的作品 不管其他方面表現得再好都沒有用 都不能給它正面的評價 相反的如果有一部作品的政治思想非常正確 那就一定不會差 先別急著皺眉頭 我知道很多人不會同意這種讀法 但請聽聽他們的理由 文學作品是一種感染力很強的東西 當讀者進入作家營造的世界裡面 常常會不知不覺被作品的價值觀給同化 如此一來作品的政治立場正確與否呢就變得很重要 如果作品裡面夾帶了有害的政治立場 很可能就會污染讀者 甚至把整個社會風氣給帶歪 你可能會說就算是這樣好作品還是好作品啊 你怎麼可以因為人家的政治立場不討喜 就否定作品的美好呢 但你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此處的政治立場不只是不討喜 而是一些真的會帶來危險後果的東西呢 比如我寫了一篇很讚的小說 但卻是在宣揚納粹思想呢 或者一首傳暢度很高的流行歌詞 卻主張要消滅所有同性戀呢 有些政治立場確實沒有直接的危害 比如說資本工資要調5%還是8% 這兩者之間可能就沒有太明顯的傷害性 但有些政治立場卻有明確的殺傷力 比如說我支持俄羅斯侵略烏克蘭 這些有殺傷力的政治立場 能夠因為文學技巧的美好而被忽略嗎 支持文學評價必須考量政治立場的這些人呢 覺得這是不可以的 甚至更進一步說 如果我們考量政治效應 有時候寫得好不完全是好事啊 假設一部作品的政治立場很糟糕 他寫得很差 那當然就是爛作品嘛 兩個都爛 但如果寫得好 感染力更強了 政治效應不是更糟糕嗎 反之 如果一部作品的政治立場是善良的 就算他寫得不好 也不會有糟糕的效應 因為沒有人會被感染嘛 而如果他寫得好 感染力強 那不就是洗上加洗嗎 因此 這種立場認為 政治立場是非常重要的考量點 第二種立場 則是文學作品的好壞 與政治完全無關 完全無關的意思是 就算我們看到某部作品裡面的政治立場 也要當作沒看到 純粹依靠文學手法 藝術效果來做評價 自我揭露一下 我大概到20歲以前都是這一派的 這一派人認為 政治立場的好壞 並不是我們可以輕易判斷的 我們怎麼確定自己的 這個現在的政治立場一定是真理呢 過去的歷史證明了 人類對很多事物的看法 都會隨著時代改變嘛 我們拿著現在自以為正確的政治立場 去審判作品 未來搞不好這些立場都會被推翻啊 幾百年前 歐洲還有不少人相信非洲人 亞洲人並不是人類 所以把他們抓到動物園裡面展示是正確的 直到一百年前 大多數的台灣人還是認為 自由戀愛是淫亂的 哪怕當時的所謂戀愛 只是在公園裡面散散步而已 如果有一個一百年前的台灣人 用他的政治立場來閱讀現在的 林婉瑜或是楊嘉賢的情詩 恐怕會全面否定這些作品 而從我們現在的角度來看 這種否定百分之百是不懂文學的了 因此這一派人主張啊 舊文學論文學 文學作品應該有一套自己的遊戲規則 不受外在的政治立場或社會道德影響 就像古典詩的格律跟平色 破格了就是破格 和律就是和律 大尖層跟大中層寫的詩 都可以用這套標準來顯示 那完全不用考慮他們外在的這些因素 不管作品主張保護環境 還是要開發主義 我們都應該暫時擱置自己的想法 客觀去衡量這部作品的文學表現如何 表現好就給他掌聲 表現不好就給予負評 不管他立場如何都一樣 在我小時候剛開始接觸文學時 我就一直在這兩端擺盪 高中時候的我比較傾向第二種立場 大學念了一點社會科學理論 又覺得第一種立場蠻有道理的 因此我20出頭歲的時候 為了這個問題出腦了非常久 直到有一天我學到了第三種立場 那就是文學歸文學 政治歸政治 欸等一下有些人可能會傻眼啊 那不就是第二種立場嗎 你上一次影片到現在講半天 不是在反對這種東西嗎 文學歸文學 政治歸政治不都是主張 讀文學不應該考慮政治的人在講了嗎 這哪裡是第三種立場呢 欸沒錯喔 大多數講文學歸文學 政治歸政治這句話的人 確實都是在表達 政治不要來干擾文學 但我覺得這種理解是錯的 真正也要說到各歸各的喔 那應該是政治不要來干擾文學 而且文學也不可以干擾政治才對 先仔細想想喔 前兩種立場都預設了只有一種正確的標準 第一種立場 預設了政治比文學表現更重要 第二種立場呢 則是預設文學表現比政治更重要 我們能不能兩種都要 直接把政治跟文學表現 當成兩種參數來分析呢 也就是說 當我們分析一部作品的時候 不可以因為政治立場而影響文學判斷 好的就是好 爛的就是爛 反過來說 我們也不可以因為文學判斷而刻意忽略作品的政治效應 政治立場 邪惡我們就說邪惡 善良 我們就說善良 邪得再好都一樣 舉例來說 我們在頻道裡面講過幾次 虞光中 虞光中的詩好不好呢 雖然不到詩談忌久的水準 但確實是還不錯的 這是文學判斷 但虞光中在白色恐怖時期 告密陷害其他作家 或者某些作品 慘媚當權者的政治立場 是不是應該批判呢 當然也是 我們不能說因為他寫得好 所以不能罵他的政治立場 我們也不能說因為他的政治立場很爛 所以他的作品就很爛 真正各歸各的兩件事情一起考量 這才是文學歸文學 政治歸政治的最高境界 明白這個道理之後 你再回去看我解析薛之謙聲勢的影片 就能看懂我的做法了 為什麼我會一邊說他的細節寫得很傳神 一邊又會說他應該被跟騷法抓走 原因就是要把文學表現跟政治分開看待 並且同時呈現兩種面向 本來嘛文學就是寫人類的 人類有多複雜 文學就會有多複雜 如果我面對一個人 都知道不能單憑一個面向就去論斷人 那文學作品又怎麼能夠只看一個面向呢 聽完這期內容 歡迎在留言區聊聊那些讓你很糾結的作品 有沒有什麼作品是讓你覺得作品寫得很好 但政治立場卻不能接受的呢 或者有沒有什麼作品是你同意政治立場 卻覺得寫得很不好的人呢 好的 今天的真文青藥傳版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請追蹤並且開啟小鈴鐺 或者加入會員支持我們做更多影片 我們下次見